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大目标和任务勾选框 今天我们说昨天提到的一本书 题目是更聪明 更快 更好 副标题是在商业和生活里获得高生产率的秘密 是今年三月份出版的 作者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一看标题我们就能猜出来 这是一本科学的励志类的书 作者经过充分的调研和采访 把个人和公司怎么做事 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的英雄事迹 还有研究结果综合在一起介绍给读者 这种类型的书现在在中美两国都特别流行 其中写的好一点的都略带一些学术的味道 而不像以前那样就是纯粹的山芹跟鸡汤 我注意到这些书的内容里面强调的理念 其实一直在演化 而且演化的速度还挺快的 几年前流行的一些概念 过了两年就会被修正 而且还可能会被否定的 你就感觉到美国各大商学院的这帮教授 还真不是白给的 他们一直都有新思想 那为什么在一定时期之内 很多人还有很多企业 原来行之有效的做事方法 过了一段时间就不灵了呢 读过这本书之后 我自己有一点思考 今天重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说一个做事的方法 就是任务列表 几年前特别流行过一个个人管理的办法 叫做GTD 英文是getting things done 就是把事情做完的意思翻译过来 事实上就是任务列表法 这个工作法要求我们事无巨细 把所有想干的事都当成一个个的项目 每一个项目又分成若干个动作 每个动作都有自己规定完成的时间 地点还有预期的难度 这么一来 当你做事的时候 你要处理的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而是很多具体的动作 你只要看此时此刻需要做哪些动作 做就是了 这就把人的心思给解放出来了 遇事做事活在当下 而不用整天惦记着那个大目标 老觉得有什么该做的事没做 严格执行这个GTD工作法 其实不太容易 你需要弄好几个任务列表 随身携带 而且还要随时调整 通常人们都是用一些更简单的做法 比如说弄一个任务列表 每天列举今天要干完的几件事 每件事旁边有一个勾选框 做完之后就打个勾 代表这事干完了 这个做法带来了条理 也带来了效率 养成用任务列表做事的习惯 比那些稀里糊涂丢三落四的人 高明太多了 我自己就经常用这个办法 而且我发现 当你做完一件事 就是在他后边打勾的那一瞬间的感觉 又真是太好了 首先你充满成就感 因为打完勾之后 你就可以彻底把这个任务 扔到脑后去了 它就再也不会烦你了 感觉就好像永远消灭了一个敌人一样 特别踏实 所以getting things done的关键词 就是这个down 要完成它 更聪明更快更好 这本书里也提到一些理论 说这种特别讲究做事有条理 追求把一件事做完的倾向 英文叫cognitive closure 也就是认知闭合 认知闭合高的人 大概占人群的20% 他们就好像侦探 不喜欢没侦破的案件一样 特别不喜欢没做完的事 还有没整理好的东西 而且调查表明 这些人更有自控力 做事效率更高 常常被视为是领导者 但关键的问题来了 认知闭合太强反而不好 认知闭合强的人 做事爱做快速的决定 不愿意考虑不同的可能性 原来常被人们作为 个人事务管理的任务列表法 早在1940年代 就已经被通用电器公司 给大规模的用在企业管理上了 而且在1980年代 通用电器把这个方法给发扬光大 变成了一套叫做smart的目标系统 就是英文聪明的smart 具体来说 每个季度开始的时候 公司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给他自己的上级写一封信 信里要告诉上级 自己这个季度都有哪些目标 这些目标必须符合以下的特点 以下特点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缩写出来正好是英文的smart 第一个单词specific 具体 你不能含糊的说 我要加大力度研究新产品 你得拿出具体的方案 第二个单词 measurable 可测 将来目标是否能够完成 结果得是可以测量的 第三个单词 achievable 可实现的 你给自己规定的这些目标 不能好高骛远 得是可以实现的 第四个单词 realistic 有现实意义 你的目标得跟公司的其他目标 是相关的 第五个单词 timeline 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什么时候做得到 你得给个话 这拼下来就是 smart smart 这套系统的影响力 确实是很巨大的 至今全世界有好多企业 还在用这套系统 对个人来说 里面也有可以借鉴的意义 你要做什么事 制定计划 可不是得符合这些原则吗 如果政府官员 能在工作报告里 使用smart原则 相信我们的各种会议 就会变得有效很多 所以你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的 先要想想 你要达成什么目标 然后把这些目标 根据smart原则 细分成任务列表 把这个任务列表 跟你的上级讨论 如果上级批准了 你去做就是了 将来完成还是完不成 各有奖程 所以你看 个人有主见 上级有监督 做事有节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smart的系统 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通用电器的总裁 杰克维尔奇 他当年在美国的地位 相当于今天 马云在中国的地位 杰克维尔奇 就以这套系统为荣 他说smart 就是通用电器股票 八年翻三倍的一个原因 但是时间长了 威尔奇就发现 公司有些部门 虽然也在用smart系统 但是效果就不怎么样 有的利润还下降了 是不是这些部门 贯彻smart系统不彻底 威尔奇就从公司高管 派出一些咨询员 到这些部门 进行现场的调研 结果跟本地中层 和底层的员工一交流 发现他们不但贯彻了smart系统 而且都非常喜欢这个系统 都觉得这个系统 给工作带来了 特别的成就感 但问题在于 他们过分追求 完成这个动作了 有的员工吧 就会故意挑一些 简单的目标 放在smart系统里 有些员工甚至会把一些 已经完成之后的目标 也填到这个表格里 所以这么一来 人们关心的 就不是自己对公司的实际贡献 而是怎么让自己的任务列表 更好看 所以威尔奇就深感困惑 后来他在1993年访问日本 听说了日本人造新弹线的故事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 不同的目标系统 本来呢 坐火车贯穿日本岛 需要花费20个小时 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提出要建更快的火车 工程师就计算 以当时的技术能力 火车的时速呢 大概可以提到 每小时65英里 但日本政府认为 时速65英里 对经济只有量的帮助 没有质的提升 速度至少要达到 每小时120英里 才有可能让经济发生质变 但是每小时120英里的火车 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工程师就说 时速75英里 倒是可以努力 政府说 给我一个时速120英里 不可行的理由 工程师就说 比如说拐弯的时候 火车肯定得翻车 政府说 为什么非得拐弯啊 给我建隧道 就这样 政府先给了一个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然后一点点 按照这个目标去解决问题 结果就是 日本人在遍布山地的国土里 开造了很多隧道 把火车从集中式动力 改为了分布式动力 重修铁路线 来承担更大的压力 最后子弹头火车 和新干线铁路 真的建成了 维尔奇一看 日本政府搞的这个目标 显然不符合Smart原则 就是看上去明明不可行 但是反而引领 整个铁路系统 各界的普遍的接受 维尔奇说 做事不能光考虑 可见的具体的目标 更要有那些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 清晰描述的长远目标 不管怎么说 先定下来 然后朝这个方向 努力尝试 这种思维 维尔奇把它叫做 子弹头火车思维 在我看来呢 维尔奇对套理论 说的虽然是企业的管理 但是其实对于个人 也是一样的 今年5月出版的一本畅销书 题目叫做 坚韧 复标提示 热情和耐力的力量 在这本书里 作者是一位女心理学家 她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 也提出了 要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好有个长远的 难以达到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 然后你再慢慢细化它 一步一步慢慢实现 但是当我们谈论 大目标的好处的时候 也别忘了 大目标也得灵活对待 之前我们专来 有一篇文章叫 目标很丰满 不确定性 很骨感 说的就是 如果你认准一个目标 坚决不放松 那个可能也不对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今天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 Smart系统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 大获成功 在某些情况下不成功呢 为什么一开始也许很有效 后来就慢慢无效了呢 我认为 这是因为一股奇特的力量 就是体制化 让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事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能够确保自己的工作 是有意义的 但是人多了 就要把众人分工 要有激励 要有管理 就得制定一些政策来考核 这个就建立了一个体制 时间长了 人们就会发现 自己工作的价值 也许不是完成 什么公司的终极目标 而是为了满足这些考核 考核本来只是手段了 但是任何考核系统 都是有漏洞的 正所谓道可道 非常道 但时间长了 考核就成了一些人的工作的目的 这个就是体制化 也许可以说 不管多漂亮的手段 一旦被体制化 就会事与愿违 这根心理学定律用多了 必然失效是一个道理 人是可以适应的 也许唯一的办法 就是再发明新的系统 这么一来 制度和个人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永远进行军备竞赛 不管公司是这样 个人拿任务列表勾选框 自己骗自己 也是可能的 好 来看看今天的得到和收获 第一点就是 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做成任务列表 比没有条理 浑浑噩噩的做事强多了 第二点就是 做事有条理 只是对办事员的基本要求 要完成大的事业 就得超越这个要求 第三点就是 面对不确定的事件 到底应该选哪个大目标 选定了要坚持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就不是 机械化和体制化的方法 能解决的了 我们看到 威尔奇本人很善于改变 但是威尔奇的思想都是死的 所以面对具体问题 光知道威尔奇 当年说了什么没用 你得把自己 变成威尔奇才行